还好瘦瘦的那人还记得御马间监视的吩咐 便对孙悟空说道 大人 毕马温就是专门负责驯马的 这人正是前任毕马温的徒弟 在御马间负责打杂 本来毕马温要把自己的位置传给他 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监视大人 非要把自己的心腹扶上毕马温 于是这位打杂的弟子只能继续打杂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监视大人抢了别人的位置 可这位置最终却落到了孙悟空身上 一听自己要负责驯马 孙悟空心里没什么波动 让自己驯马 这辈子都不可能驯马 于是转头就说 以后你就不用跟着我了 驯马的事就交给你了 啊 打杂弟子有些没明白 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是 可是驯马是大人您的工作呀 孙悟空摆摆手 说道 我哪有功夫驯马 驯马的事就交给你了 打杂弟子终于听明白了 沉默了一会儿 才对孙悟空说 呃 大人 驯马是需要驯马鞭的 孙悟空问道 驯马鞭在哪 我去拿给你 打杂弟子指了指宫殿中央 供置的一条鞭子 说道 驯马鞭不就在这儿吗 孙悟空怎么也没想到 供着上供着的就是驯马鞭 三两步走过去把驯马鞭拿起来 只看了一眼 孙悟空就明白了原因 这驯马鞭竟然是一柄仙气 难怪要把驯马鞭供在这里 孙悟空把驯马鞭顺手就递给了打杂弟子 仙气虽然珍贵 但还不放在孙悟空眼里 打杂弟子接过驯马鞭 对着孙悟空又是磕头又是作医 千恩万谢说了一大堆 搞得孙悟空有些不耐烦了 也难怪打杂弟子会这么激动 毕竟这是自己师父 本来打算传给自己的东西 使而负得的心情可想而知 第二天 孙悟空一大早就起床了 因为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那就是尝试修炼昨天领悟的神通 要修炼这个神通 需要一个条件 那就是水 而且是很多水 孙悟空人生地不熟 并不知道在天庭哪里 才能找到很多水 于是就去找来了打杂弟子 打杂弟子听说孙悟空在找自己 心情非常忐忑 十分担心 孙悟空后悔把驯马鞭给自己 那毕竟可是仙气 在天庭 也只是仙官才会有仙气 一路上忐忑地来见孙悟空 行礼之后 就听孙悟空问道 天庭哪儿的水最多 听到孙悟空说的事情 和驯马鞭无关 打杂弟子 忐忑地心放下了一半 另一半仍旧提着 万一下一句就提到了呢 孙悟空虽然看出 打杂弟子的不安 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还以为是自己的官位太高 让对方害怕了呢 随即就听到 打杂弟子回答道 天庭水最多的地方 就是天河 孙悟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就让对方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打杂弟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大人是要去天河吗 都没有放下来的那里 但是我们从中心中让下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